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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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唐朝来说 有一个问题始终贯传于整个建国战争当中 让他们是如梗在后 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突厥的问题 突厥对各路军阀的那种支持 唐朝建国战争的最后一战 针对的就是突厥所支持的军阀梁师都 以此画上了建国战争的句号 突厥自打在北方草原上崛起之后 一直是北方草原的霸主 当时突厥势力大到何等地步 我们来看一下新唐书是怎么说的 随大业之乱 史必可汗 夺籍四利 华人多网一之 契丹 世伪 土玉魂 高昌 皆易蜀 窦建德 薛举 刘武周 梁师都 李贵 王世冲等 崛起虎事 戏臣尊之 空闲且百万 荣敌 赤强 古未有也 你看看新唐书的这番措辞 那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势力之强 突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比当年的匈奴还要厉害一些 就这个意思 当时北方的这些武装力量 谁不有求于突厥 所以对于突厥来说 这个时候 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 北周和北齐分裂时候 他的那个好日子 那个状态当中去了 随着李唐建国战争的顺利的进行 突厥的内心是越发的不安 他并不愿意看到唐朝一枝独秀 在唐朝统一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 突厥可是不止一次的进行捣乱 要么是直接派兵 侵扰唐朝的这个内地 要么就是支持唐朝的那些敌人们 而且唐朝的这些敌人们也有意思 不仅平时获得了突厥的这个支持 而且自己一旦战败 首先想到的也是投奔突厥 你比方说刘武周送金刚 你比方说刘黑塔 再比如说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 这一讲的这个主人公 谁呢 就是梁诗都 梁诗都这个人 我这里要特别指出梁诗都的特别之处 刚才说了 北方各股武装力量 与突厥之间或多或少的都有些关联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可是问题是梁诗都在这些人当中 表现特别抢眼 他跟突厥之间的关系 那是特别特别紧密的 远超其他人与突厥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 恐怕有两个原因 第一 地理上的关系 梁诗都的地盘在哪 梁诗都的地盘在什么 雕音 洪化 延安 朔方 这一带 因此 他与突厥之间 可以说接壤 有地势之力 此其一 其二 实力的问题 梁诗都所占据的这个地盘 坦白地说 你说小吗 他当然不算大 但也绝不能说小 可是问题在于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就是地广人稀 既然地广人稀 他的实力就无法做大 所以梁诗都又下定决心 怎么呢 一定要抱紧突厥这条大腿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求生存 而对于突厥来说 那梁诗都那个地盘 简直是个宝 怎么呢 梁诗都所占据的这个地区 使得黄河天险 陕北高原 对于突厥来说 再也不是障碍 突厥可以顺利地通过 河套地区 然后南下侵扰唐朝的这个内地 所以事实证明 突厥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干的 因此对于突厥来说 有了梁诗都做向导 这简直好得不得了 而梁诗都 咱们坦白地说 这也就是彻彻底底地 变成了一个内建 突厥很重视梁诗都 给予他的待遇 与这个刘武周啊 基本相当 梁诗都自立为帝 国号为梁 然后呢 突厥的可汗 给他赐了一个称号 叫解释天子 梁诗都和刘武周 一个在黄河以西 一个在黄河以东 变成了突厥的左膀右臂 所以这家伙啊 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就引这个突厥兵 攻占这个阎川郡 这样子就对唐朝的内地 构成了新的威胁 对于唐高祖李渊来说 虽然此时他还不能做到 与突厥直接摊牌 但是突厥的这个 马前卒梁诗都 他是必须要给予打击的 否则这小子太猖狂 因此他就派出了 大将段德操 作为严州总管 去攻打这个梁诗都 段德操率领唐军 遭遇了梁诗都的这个部队 段德操采取了一个战术 正面以步兵 吸引住这个梁诗都 然后按兵不动 但是与此同时派遣清骑兵 利用地形 迂回攻击敌人的背后 结果这一打 梁诗都大败 跑了 这向北一跑 说一口气跑了二百多里地 就如此的仓皇 但这小子不服啊 他觉得这唐军玩阴的 把我给算计了 他不服啊 最后呢 他又纠集了五千兵马 再来与段德操会战 结果段德操又把他给打败了 这次败得更惨 五千人几乎全军覆没 依靠着突厥的强大实力 梁诗都可谓是嚣张跋扈 不断攻城掠地 扩大地盘 他这些狐假虎威的行动 严重威胁到了唐王朝的稳定 唐高祖李渊 于是开始三番五次地挫败梁诗都 梁诗都见自己面对李渊的重兵 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心生一计 正是这一计划 使得唐朝不得不放弃攻打梁诗都 那么梁诗都到底想出了何种计策呢 也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怎么呢 刘武周被唐朝给消灭了 刘武周的势力没了 你要知道 刘武周要论实力 可是远在梁诗都之上 刘武周宋金刚当年曾经攻下过太原城 曾经把唐朝打得在这个河东地区 站不稳脚跟 就这样雄厚的实力 也不免失败 那你可以想见 这个消息传到梁诗都耳朵里的时候 梁诗都该作何感想 梁诗都的手下又该作何感想 结果果然 刘武周战败的这个消息传来之后 梁诗都的手下的人 就纷纷地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做考虑了 接二连三 有军人来投奔唐朝 对于梁诗都来说 这家伙 这要崩盘呢 这必须得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他当然没有别的招 还是那句话 我一定要怂恿突厥 去攻打这个唐朝 为啥呢 只有用这个办法 才能够让唐朝 这个无力单独来对付我 所以我一定要怂恿突厥入侵 他去找这个出罗可汗 劝出罗可汗说什么呢 纯王齿寒 现在唐朝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大了 已经攻灭了刘武周和宋金刚 那下一步呢 肯定就冲着我来了 我一旦再灭亡 那下一步 就有可能是可汗您了 您要亲自率领大军南下 把这个唐朝给他灭了 行不行 出罗可汗呢 听了他的怂恿之后 竟然心动了 然后出罗可汗 就开始筹挫兵马 计划兵分三路 要大举南下 一路就是走今天的陕北 梁师都加以配合 直接威胁长安 另外一路 他计划携带隋阳帝的孙子杨正道 然后兵发太远 他要扶持这个傀儡 还有一路大军 兵发幽州 和斗建德 要配合 在当时唐朝立足未稳的背景之下 如果 出罗可汗的计划成型 对于唐王朝来说 当然 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这个考验能不能过得去 那就很难说了 但是唐朝的运气 还真就那么好 怎么呢 一个事情 挽救了唐朝 出罗可汗 暴毙而亡 计划就此就搁置了 那出罗可汗 怎么死的呢 这个就有意思了 在史料当中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出罗可汗得了病 得了病之后 他的妻子 也就是隋朝的一城公主 给他喂了这个五十散 结果导致他发举而死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 说是唐高祖派人下毒 怎么回事呢 说是唐高祖听说 出罗可汗 要大举难下 唐高祖很紧张 于是派了一个使臣 叫郑元淑 让他出使突厥 结果就在郑元淑 出使突厥的过程当中 出罗可汗 暴毙而亡 因此当时马上就有突厥人 把这个郑元淑 给扣押起来了 指责是他下毒 毒死了可汗 那这两种说法 孰真孰假呀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是 两种说法都出于新唐书 这就有意思了 你同一本史书 关于可汗之死 怎么有两种说法呢 其实仔细揣摩一下 我们会发现 两种说法当中 第二种 也就是郑元淑下毒 这个说法 应该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当时突厥人 扣住这个郑元淑之后 突厥人调查来调查去 也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 以至于后来 杰利克汗上台之后 唐高祖又跟他谈判 答应和亲 然后杰利克汗 为了表示呢 自己的善意 还把这个郑元淑啊 给释放了 郑元淑回到长安之后 唐高祖当着群臣的面 表彰他 说他呀 堪比苏武和张谦 那就可见 这个突厥人 自己调查来调查去 也觉得查无实据 只是一个怀疑而已 到最后不得不放人 所以我认为 第一种死法 是最有可能的 就是死于 一城公主给他的五十散 您要知道 五十散这个东西啊 富含重金属 吃多了的话 就会导致重金属中毒 发举就是症状之一 所以这个是极有可能的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就此说 那就是一城公主 把自己的夫君给堵死了 不是的 您要知道 那个年代 有很多的人 吃这个五十散 内地的这些士大夫 这些贵族 公主是真认为 这个东西 强身健体 他认为这玩意有效 好心办了坏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触罗克汗之死 那算是大大的缓解了 唐朝的压力 但是这关过去了 问题的根本还没有解决 对吧 突厥对梁诗都的支持还在 所以这个威胁还在 因此形势稍稍安定之后 唐高祖决定 还是要拔掉梁诗都这根钉子 于是乎 他又派遣了大将 段德操 来攻打梁诗都 这次 段德操的兵风 直指梁诗都的战略据点 石宝城 这个地方一手难攻 但是必须要拔除 而与此同时 梁诗都得到情报之后 梁诗都觉得 石宝城如果丢掉的话 我就岌岌可危 于是他就率领大军赶来增援 可是问题就在于这儿了 人家段德操的真实目的是 围城大员 人家的目标是奔着你这援军来的 结果段德操半路上 给梁诗都布置了一个包围圈 结果梁诗都就进来了 这一仗 唐军打得梁诗都又是大败亏输 结果梁诗都带领着少数亲信 这又跑了 然后段德操乘胜进军 与此同时 唐高祖得到了捷报 很高兴 给段德操又派来了新的援军 两军合在一处 并立来攻打 梁诗都的大本营在统万城 统万城 是中国历史上 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城池 这就是统万城遗址的照片 根据记载 当时为了修建这座城 追求坚固 采用了极其残忍的坚工的方式 怎么呢 就是夯土城墙 每城一段 派人去用锥子验收 如果锥子能够扎进去一寸 把工匠给杀死 用这种严酷的方式 来追求工程质量 结果果然 后来这座城啊 无比的坚固 以至于到现在 很多城墙 你别看 一千多年过去了 到现在 很多城墙 仍然比较的完好 所以这座城很坚固 当时段德操 来攻打这个统万城的时候 段德操采取的办法就是 先攻打外国城 结果唐军攻破了外国城之后 就开始围攻这个西城 但是由于城墙坚固 而且梁叔叔率人做困兽之斗 所以一时之间 唐军进展非常非常的缓慢 这个城墙的坚固啊 就在这儿 这就体现出来了 而此时突厥得到消息了 突厥啊 还真不能放弃 这个傀儡 所以突厥当时 派遣了一万多骑兵 来增援统万城 这个时候消息传来了 对于唐高祖来说 就必须做出抉择了 第一 唐军顿鱼坚程之下 毫无进展 打不下来 第二 敌人的外援又要到来 尤其是对于唐高祖来说 从政治上来说 你有没有做好 跟突厥 彻底翻脸的这个准备 唐高祖思前想后 最后决定 班师 于是断德操 将军队给带回来了 这一场 统万城的攻击战 可以说是无果而终 梁师都借助城墙的坚固 有突厥的援军 幸运地逃过一劫 不过 这位解释天子 深深地意识到 援军的重要性 于是 他继续抱着突厥的大腿 一边鼓动突厥 频繁进攻唐朝 那么面对敌人的挑衅 李渊又想出了何种计策 化危险于无形呢 梁师都依靠着突厥的援军 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哎哟 高兴啊 哎呀高兴啊 这个得意啊 得意之余 这家伙又开始了什么呢 就开始了作 又开始作 当时啊 由姬胡的大帅刘先成 帅领残部来投奔他 你要知道 姬胡也跟唐朝是敌人 两个敌人合兵一处 啥目的呢 无非是抱团取暖 对不对 咱们两个合兵一处 稍微势力能大一点 就这个意思 结果这个梁师都啊 发现这个姬胡人比他还要多 而且呢 又听信了谗言 结果竟然把刘先成啊 给杀死了 这刘先成一死 不仅姬胡炸了赢了 就连梁师都的手下的人 都感觉大暗寒 因此不断地有人 开小差来投奔 唐朝 梁师都这阵啊 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个孤家寡人 形势是越来越不利 于是乎 他又祭出了那个百事百灵的 那个法宝 就是再次怂恿突厥 入侵 所以在他的怂恿之下 再加上突厥那阵杀心态 唐朝 建国战争 眼看大局已定 对于突厥来说 必须得遏制唐朝这个势头 所以突厥在他的怂恿之下 也是频繁地入侵 小规模的入侵 不计其数 大规模的入侵 就至少有两次 一次是武德七年八月份 突厥 竭力突厥二可汗 率领大军南下 一路打到了这个唐朝的这个宾州以南 严重地威胁到了唐朝的这个 首都的这个安全 那么怎么办 唐高祖当时 还是决定要发兵抵御 而且他把指挥的重任 交给了秦王李世民和秦王李元吉 他们两个带领着军队 星夜兼程赶往宾州 结果他们遇到了突厥的军队之后 李世民带领一百多个骑兵来到了镇前 冲着突厥的可汗喊话 可汗 你听好了 我就带了这些人来 你要是能单打独斗 你就出来 咱们两个来个个人的决斗 你要是不能单打独斗 那你就这个请朝而出 我就这一百多个人与你接战 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与此同时 他还想利用啊 两位可汗之间的这个不和 离间一下他们之间这个关系 因此 他又转过身来 对突厥可汗喊话 说 你我曾有香火之情 今天为何被约而来攻我堂啊 啥叫香火之情啊 就拜把子兄弟的意思呀 结果突厥可汗听了之后 就不知道说什么好 说不出话来 要么两个人的确曾经有过 约为兄弟的行为 要么就是纯粹是李世民 为了离间两可汗之间的关系 反正对于突厥可汗来说 他这就是说什么都不是 他万万没想到李世民 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这是他怎么回答 都会引起杰利可汗的疑心 所以他只好不说话 可是你这不说话也不行 杰利可汗当时 杰利可汗是真不知道 李世民跟突厥可汗之间 还有这四人关系 然后他又看突厥可汗又不说话 因此杰利可汗心里头 现在也开始敲鼓了 觉得怎么着 你还真跟他是有香火之情 你不会背后摆我一道 他就有这种想法 他俩本来就有矛盾 所以这这他笑着 跟李世民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我没有什么恶意 我率领军队前来 也无非是想深顾 我们之间的盟约而已 也就在此时 天上开始天降大雨了 这一下雨 李世民跟手下的人说 说这是老天爷帮咱们 怎么呢 突厥人作战 全靠公使 可是一下雨 弓箭开交 他们就无法作战 而我唐 力来靠刀剑之力 所以这这咱们应该趁雨进军 说到这 您是不是以为 李世民就此就率领全军 来一个猛烈的突击 不是的 李世民的确率军前进 然后呢 突厥的确也吃了一惊 可是问题是 李世民 然后就此又按兵不动 然后派使者 又去跟突厥进行谈判 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突厥克汗率先表示说 我不愿意与唐朝为敌了 而杰利克汗一听 那你要是不干的话 我去干 那我也不干 所以呢 唐朝和突厥 再次举行了盟事 然后呢 突厥就此就撤走了 也就是那次入侵的两年以后 突厥再次大举入侵 而且这个时间 请大家注意 这选择的时机 时间可是太微妙了 怎么呢 这是李世民刚刚当皇帝 刚继位 你就打过来了 什么意思 那摆明了 就是要给新皇帝 一个下马威嘛 而且这次入侵 又是在梁师都的引导之下 进行的 由于有梁师都的引导 再加上突厥本身就都是骑兵 机动能力很强 一下子就打到了 长安以北的渭水北岸 距离长安只有咫尺之遥了 唐军当时根本来不及 调集大部队啊 形势很危急 怎么办 李世民不愧是战将出身 一身是胆 李世民率领着少部分的亲信 然后骑马直奔魏和 单枪匹马来汇这个可汗 在魏和岸边 他与突厥的杰利可汗 有一番对话 至于这个对话 究竟是什么内容 史料没有详细的记载 也就在双方谈话的同时 唐军的部队陆陆续续地 赶到了渭水岸边 据说来的人很多 烟尘蔽日 杰利可汗看到这个形势之后 杰利可汗就决定 与唐太宗讲和 然后罢兵北撤 双方在魏和的汴桥 再次举行蒙事 然后突厥撤兵了 双方究竟谈了些什么 唐太宗答应了哪些条件 换取了突厥的退兵 史料没有记载 正因为他没有记载 所以我高度怀疑 一定是答应给人家 很多的好处 才换取了退兵 这对于新皇帝 唐太宗来说 肯定是奇耻大辱 因此 唐太宗就想到的是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突厥的问题 李世民 巧妙利用敌人之间的隔阂 化解了一次危机 解决了突厥的威胁 但是 毫无信用的突厥 又来攻打唐朝 甚至一度离长安 只有咫尺之咬 面对这种重兵压境的情况 唐朝再一次忍气吞声 不过 解决突厥这几个字 已经深深地印在了 李渊 李世民的脑子里 那么 唐朝到底如何灭掉 这个最大的绊脚石呢 要解决突厥 首先必须解决的 就是梁氏毒 这家伙太坏了 它导致整个长安城以北 这个官房等于是形同虚设 所以一定要剿灭它 这是重中之重 所以在贞观二年 唐军集结大兵 对梁氏毒 发动了建国战争的最后一战 而且在这一战之前 应该说 形势对唐朝来说 非常非常的有利 为什么呢 梁氏毒这个家伙 正在逐渐失去 突厥 对他的这个支持 突厥这阵 有点自顾不暇了 怎么呢 突厥 帐下的那些部落 开始不断地有人反叛突厥 而杰利克汗四处去镇压 有点力不从心了 尤其是 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杰利克汗派人前往长安 找唐太宗谈判 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 杰利克汗主动提出来 要用梁氏毒 交换逃到长安的契丹的首领 对于唐太宗来说 唐太宗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个信号 就是突厥 已经开始放弃对梁氏毒的支持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他一方面拒绝了突厥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就开始着手 准备对梁氏毒的最后一战 这场战役 唐军不仅囤积大兵 而且准备工作 做的是有条不紊 首先 在大兵团出动之前 唐朝已经派出多股小部队 不断地骚扰梁氏都的地盘 还派出骑兵 在梁氏收割之前 四处去践踏梁氏都的梁田 结果造成了梁氏都的缺梁 并且凡是抓获的梁氏都的军人 唐朝都把他们释放回去 这不是唐朝表示什么善意 而是唐朝要用这种方式 离间梁氏都的部下 与他之间的关系 让梁氏都对这些人起疑心 这个离间计很快就发挥作用 果然反对他的人呢 一股脑的全都跑到唐朝这儿来了 由此可见梁氏都啊大势已去 唐太宗就此发动了建国战争的最后一战 他派出了这个柴少和大将徐万军 率领军队来攻打 这个时候突厥得到消息了 突厥的克汗还派来了骑兵 又来救援统万成 但是此时突厥实力已经比较的衰落 他的军队的战斗力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唐军在战场上击败了突厥的援军之后 顺势就包围了统万成 对统万成展开了猛攻 您要知道突厥援军的实力 对于梁氏都的手下的内心构成了极大的打击 外援没有了 这城还怎么守 城墙再坚固也没用了 唐军日夜猛攻 梁氏都是拼死抵抗 但是梁氏都的一个亲戚 发动了政变 将梁氏都给杀了 然后开城投降 唐军拔掉了建国战争当中最后的一个钉子 然后在这儿设置下周大军开旋 建国战争可以说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不过这不算完 为什么呢 因为拔掉梁氏都的目的在于什么 梁氏都的势力不值一提 拔掉梁氏都是为了打突厥 打突厥才是最终的目的 尤其这边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怎么呢 突厥又遭遇天灾了 你要知道 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别容易受天灾打击 很脆弱 这种经济结构 这一年遭受了什么灾害呢 雪灾 大雪几尺厚 牛羊吃不到底下的草 牛羊大批的死亡 牛羊死了 突厥人吃啥 刚开始吃这些死去的牛羊的肉 最后连这都吃完了 最后又把那些死去的牛羊的骨头 然后磨成粉 然后用水冲服下去 突厥牌撞骨冲击 就靠这个 因此 李世民得知消息之后 李世民认为 我的机会来了 他派出了大将 率领十余万大军 对突厥展开了最后的猛攻 来到草原上之后 不仅四处追尖 这个突厥的这个有生力量 而且在草原上大行离间之机 离间突厥与其他部落之间的这个关系 后来打的杰利克汗是接连败退 杰利克汗向唐朝求和 而李靖认为 他既然有求和之心 就说明 第一 他撑不下去了 第二 这个家伙的警惕性 一定会放松 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 为什么呢 来年水草丰美之后 突厥是会死灰复燃的 所以 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咱们一定要抓紧 因此他精选了一万多骑兵 自己亲自带脸 带了二十天的干粮 深入末尾 深入草原腹地 一定要抓住杰利克汗 结果 路上遇到的所有的突厥的人 只要被他们遇见 就全部都抓住 带着走 为啥呢 防止他们去通风报信 这一仗打得非常的突然 以至于 一直打到距离突厥的大营 只有十几里的地方 杰利克汗才得知消息 这阵已经来不及集合兵马了 杰利克汗只身逃跑 唐军在战场上 一口气俘虏突厥人 多达十余万 一万多人 俘虏了十余万人 然后后来 杰利克汗也没跑了 被唐军给抓住了 带往长安 哎呀 你可没见 唐朝是举国欢腾啊 因为一个最大的敌人 最强大的敌人 被铲除了 唐高祖也好 唐太宗也好 高兴得不得了 两个人喝得是酩酊大醉 而且借着这酒劲 唐太宗据说还当众 还跳舞 以示庆祝 你就可见有多高兴 从此战之后 唐朝奠定了自己 东亚霸主的地位 后来各国酋长 共同拥立唐太宗为天可汗 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仗 是唐朝可以说 建国战争的 最圆满的一个句号 而且从此也奠定了自己的赫赫威名 建国战争就这样宣告胜利结束 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仍然非常的多 建国战争是结束 但是唐朝在整个建国战争当中 他学到了什么 他又发展了什么 唐朝的繁华 唐朝的盛名 与这场建国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留待下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